在澳洲另外一項特色 就是它擁有全世界最大有機認證土地 這個範圍至少有1000公頃 其中呢光是澳洲國內 它們的有機食品產業 每年就有高達澳幣 2億5000萬的商機 那麼因此澳洲 它也有非常嚴格的國家標準 繼續我們就帶您走一趟 雪梨的有機農場 在澳洲有機農產品 對於澳洲來說是相當重要的選擇 其實像是我們現在今天在的這一區 是澳洲雪梨市相當有名的 高檔處材區叫Double Bay 而我們可以看到每個禮拜 大概有一到兩天這樣的市集 就是專門來賣有機農產品 不論是它們的蔬菜或是水果 全部都是強調有機認證 而且它們連這個一顆小小的藻子 都要強調有機農產品 很甜耶 非常甜 澳洲的高檔豪宅區 有錢人風行吃有機蔬果 一整排攤子上 蘿蔔 蔬菜 草莓 柳橙 賣相沒這麼好看 但都強調是有機農產品 你會給自己的食物嗎 當然 你會給自己的食物嗎 你會給自己的食物嗎 因為它會更好 它們沒有綠色 所以你能看到嗎 對 它們沒有綠色 拿出進貨的箱子 這位流動攤判的老闆跟我們說 農產品上面得要有ACO的驗證標章 還可以說是有機貨 重點是這個ACO的機構 被稱為全世界最嚴格的有機認證機構之一 光是這一棵有機柳橙來源的農場 就是得經過好幾年反覆的審查 開了兩個小時的車程 我們找到那一棵柳橙的生長地 取了一個近郊 有機農夫安東尼走進近12公頃大的農場 他說這裡一年可以生產45000公斤的柳橙 全都沒有噴農藥 只靠養馬的天然施肥 爬上果樹摘下一棵棵剛好熟透的柳橙 安東尼說果皮上有斑點沒那麼好看 但絕對香甜 客人會很常用在購物上 因為他們知道它會有更好的味道 很棒 所以你喜歡一瓶嗎 謝謝 很甜 很甜 在澳洲對於有機農產品的檢驗相當的嚴格 只要這樣的果園 冠上有機兩個字 幾乎都要經過嚴格的檢驗認證 不論是它的果實 甚至它的土壤土地 每一年都經過要一到兩次的認證檢驗 才能說是有機農產品 不只每一年都得被重新抽查 土壤有沒有重金屬含量 重點是澳洲還規定 有機的農地 必須經過七年沒有任何化學肥料的殘留 反觀台灣則是規定農地三年以上 沒有適用化學和成物 澳洲的認證 在客觀上來說相對嚴格 不過目前澳洲還是有近一千萬公頃的土地 專門生產有機農產品 約佔澳洲農產品面積的百分之二 那是一個興趣的點 是你能夠改變這個方法 搶著當有機農夫 因為正是嗅到了背後商機 許多澳洲企業任養貨買下有機農場 發展有機產品、食品、化妝品等等 打著經過澳洲嚴格審查的認證標章 澳洲光是國內的有機食品產業 每年大約就有澳幣兩億五千萬的商機 而出口值更是每年比國內的有機產業總值 多出了澳幣五到八億元的成長